中華民國 總統兩岸斷線了嗎 總統現在兩岸有互動嗎 總統現在兩岸有互動嗎 總統中華民國等於 中華民國等於中華民國沒有矮話嗎 海經會董事長是宋楚瑜嗎 二十四號確定出訪了嗎 二十四號確定出訪了嗎 三十四號確定出訪了 各位歡迎宋楚瑜 宋楚瑜 讓我們迎接著漂亮的掌聲 歡迎總統烈旅會場 師長及畢業生請起立 師長請向後轉 畢業生鞠躬 犯罪防治學系角製組蘇雲涵 郁在打賣 broadcasting 犯罪防治學系 預防組張玉民 消防學系 待防組 張靜揚 今天是中央警察大學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應見畢業生 嚴格畢業年齡 感謝警察的邀請 更要恭喜今年併業的同學們 恭喜各位 你們已經通過了嚴格 充實的兩層訓練 無論是學士或體能 都是一時之選 未來就要成為維護人民安全的社會動輿 同樣是即將進入社會的新鮮人 各位跟其他新鮮人是不同的 你們不只是要進入社會 還要守護社會 各位身上的責任將是更重 對社會的影響更大 所以今天一定要來這裡 給大家祝福 給大家加油 同時也因為同學們將承擔重任 讓我們看到中央警察大學對社會的深遠的重要性 你們的辦學和績效 不只是學校的成績 你們訓練出來的優秀的學生 會讓臺灣更安全 更穩定 警察一直以來 都是優秀主察同仁的勞覽 同時也持續追求進步跟卓越 積極獲衷更好的教學設施 像是今年4月落成使用的偵查與見識科技大樓 或是今年將要完成新的戰績涉及訓練場館 都讓警察大有更優質的教育訓練環境 燃養更多優秀的警察同仁 這是我上任之後 第一次來到中央警察大學 也是現場見證了我們同學跟同仁們高昂的士氣 這一點 我要跟你們組大最大的肯定 其實 除了士氣之外 我看到各位同學 也蠻樂趣的 熱情 真的很好 剛才有幾位地研森要求要報報 我永遠覺得很好 希望各位抱持這樣的心理 因為將來也要照顧人 我們也要抱持這樣報報的心理 來照顧 需要我們警察來保護 來照顧的人 各位畢業生 大多數的你們 在離開學校之後 就要成為站在社會的第一線 守護治安的警察同仁 從各位的臉上 我除了看到一些青澀之外 還有滿滿的熱情 大家都是懷抱著力向而來 期待能夠成為一位稱職的人民保護 而要保護社會的安全 這樣的熱情 我希望大家永遠都要放在心上 不能忘記 相信很多人都看過 一個出名的導演 叫做鄭文棠導演的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叫做菜鳥 劇情描述的是菜鳥警察 進入社會 衝上一個腐敗的體制 即使騙取雲商 依然是堅持出動 守護正義的故事 這雖然是電影的情節 但每一個職業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各位走入第一線的時候 一定會遇到在學校裡面 從沒有遇過的困難 也會遇到現實社會的各種挫折 畢竟 在嚴格的訓練跟準備 到了第一線 依然會有很多實際的經驗要忍耐 也有很多現場的狀況要應變的學習 該做的事要去做 該堅持的要堅持 這是我跟各位分享的菜鳥精神 而保持不斷的學習的精神 堅持莫忘初衷的精神 我相信 各位一定能面對挫折 也能學習成長 警察是人民的保護 在維安的時候 人民只要看到警察 就會覺得安心 社會對你們的期待很高 我也要在這裡 對各位提出幾點的期許 第一 要有責任感 未來你們就是民眾安全感的來源 工作雖然辛苦 但也不要忘記 每一次完成任務 就是解決了民眾的問題或危難 肩上的責任很重大 但是身為警察的努力 就會暫時完成任務而來 第二 要充滿勇氣 站在第一線的時候 會忍受風吹雨打 日在暈力 有時候甚至要冒著生命的危險 來保護社會大眾的安全 這是要補兵的勇氣 跟決心力 要時刻記得 你們決心同路警察工作的熱情 政府也會做警察同仁 最堅強的後退 第三 要將心補習 大眾出來需求警察接觸的 經常是受害的民眾 他們心裡已經非常徘徨跟焦慮 我們不僅要讓民眾看到警察 就覺得安心 也要以被害人員的忠心 將心理性 表達關懷及協助 各位 今天畢業之後 你們就是人民的保護 政府公權力的另一線 我對你們的期待很高 我對大家很有信心 政府會支持各位 希望各位以身為台灣的警察為榮 明天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師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